警方大力班巨馬架設在立法院外圍 用電鑽在地上鑽孔 鎖警就是為了十八號軍公叫年金改革抗議 但仔細一看 警方搬運還需要用手套防護 因為不只上頭的鐵絲 在裡頭還加裝刀片蛇龍 在巨馬裡頭還特別架設了蛇龍 上面的刀片到底有多利 經過現場人員允許 我們來實測看看 拿蘿蔔下達上去之後 一拿起來 如果是真人的手臂的話 恐怕就會像這樣子劈開肉戰 一圈又一圈的蛇龍 上頭的刀刃鋒利能夠讓蘿蔔瞬間 劃出很深的刀痕和凹洞 拿指張一劃過也能輕易劃開 上頭的小刀片不只密集 還是倒勾形就怕刀刀見骨 我覺得民進黨是心虛了 如果年改的版本這麼好的話 那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群眾 會走上街頭 那用這麼多的這個刀片 圍在蛇龍上面會讓這些 成型抗議的民眾受傷 我覺得民進黨政府這樣的做法 事實上我覺得是不妥當的 過去立院的抗議活動 在學運過後 大多也是鐵絲網巨馬戒備 如今不只架了兩排巨馬 還多了刀片蛇龍 甚至還緊鎖在地上 遭到立委痛批 方鳴如方賊 比過去歷任政府 包括馬英九 陳水扁 陳抗的群眾 我相信這大概是最多的 已經顯現說蔡英文總統 他的政策跟方向事實上是欠缺溝通的 自五月不平靜 包括軍公教千人夜宿立院 五月一號公鬥團體 凱盜大遊行 五月前家序班業者也不排除包圍交通部 五二林蔡英文總統就職 週年前台鐵也恐發動罷工 抗議行動不斷 不見小英政府放低姿態 傾聽民意 卻是大動作架設殺傷力極強的巨馬 難怪抗議團體怒火一波接著一波 記者林英偉 李文柯台北報導